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我是沈梅琪 法律是为有准备的人而设立的 而您准备好了吗 今天节目现场很高兴地能够邀请到邓彼得邓律师 邓律师你好 你好 邓律师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房地产经济人协会 也就是这个NAR 他最近宣布了跟房屋卖家团达成了一个和解 那么同意支付4.18亿美元的赔偿金 并且要取消冤金的标准来结束这个反垄断的诉讼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请教您就是说 您能够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诉讼案的来龙去脉 以及您怎么看这起诉讼案的结果 好的 在去年10月31号 美国秘书里州一家联邦法庭 做出了裁决 这个裁决是由一个大陪审团做出的裁决 裁决美国全美经济人协会 以及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 违反了美国联邦 垄断法 他们共同操纵了余金的问题 在这种诉讼案当中 由 伊苏里州的两家律师事务所 还有佩萨斯一家的律师事务所 带领大约50万 卖家 发起了这场集体的诉讼 那所以诉讼的结果呢 当然这个NAR就打算跟他们和解嘛 其实也付了相当大的一笔和解金 可是现在有人讲说 好 你把这个买家的佣金给取消了之后呢 这个接下来房屋买卖会发生很多问题啊 可能甚至于有很多法律纠纷是不是 是 这次法律裁决会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有很大的冲击 尤其在佣金方面的 这次裁决法庭要取消 6%的佣金的这样的规定 在我们接触这些案例当中 尤其我们律师楼 也同时接受了一些 关于佣金方面的纠纷案件 那如果说以前我们就知道说 照理说应该是说 这个卖家呢 他们就会付卖家的这个经纪人 6%佣金 然后这6%再跟买家的经纪人 两个人平分嘛 都已经写得好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已经会有出现纠纷了 那未来的话 这个纠纷不是会更严重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在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时候 6%的佣金基本上是由美国经监协会规定的 虽然在名义上说 双方可以进行 你勾写或进行这个协商 可是呢 买家呢 在这里呢 买家的经营在操纵到这个佣金的问题 所以说买家要付卖家经纪人 2%或者3%的佣金 这样对卖家是很不合理的 会给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也是整个美国的房价呢 对台生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OK 所以这个佣金不是卖方写的 而是买家要求的 OK 这个佣金呢 是卖家 不是卖家要求的 是根据美国权力房地产协会 要求这么做的 然而这个3%以及6%呢 是美国全美房地产协会 根据他们长期以来这样的这个行规 这样下来的时候呢 逐渐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 使很多的卖家 在没有办法情况下 只能付6%的佣金 如果他不付6%的佣金 那这样的话呢 卖家就得不到在市场上 比任何信息 他也不能把他的房子呢 放在市场上去卖 我们在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接收很多这方面的案例 去跟房地产公司 或者是跟这个 加州房地产协会 去探讨这些问题 在同时呢 也涉及到这些佣金的问题呢 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承决了一些 一些关于佣金方面纠纷的案件 了解 了解 那所以您刚才的解释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新的NAR 这个反垄断的 诉讼结果出来之后 那么这个卖家呢 他就不需要一定要付买家经纪员佣金了嘛 对不对 就是买家是 pretty much on his or her on 去找他的经纪员 或者是说不用经纪员 他也可以直接跟卖家联系 还有更重要的是您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卖家以前啊 他如果不付买家的经纪员佣金的话 他没有办法把他这个房子 放到MLS的系统里面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规定也是取消了吧 对不对 OK 这个规定在7月1号呢 法律会生效呢 我因为根据我的 我因为法庭会做出相应的裁决 会取消固定的6%的佣金 以及禁止用MLS的这个服务 来约束双方的购买的 那所以我现在就是 我的问题就是说 以前对我明文规定说 OK 这个卖家他必须要付佣金嘛 那他才可以把他房子 放在这个MSL的这个系统里头 然后呢 这个买家的经纪员 就从这个交易双方里面抽取3% 有些人可能收比较少2%佣金 都已经明令规定 而且这么行之有年的一个规定 都会出现纠纷了 那现在把这个行之有年的规定 拿掉的话 那未来您可以预见的会有哪些纠纷呢 这个纠纷呢 他第一场卖了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在市场上的 价格是350万 然而在他聘请经纪营的时候 经纪营没有很详细的 向他解释合约的内容 甚至直接把佣金 写上10%的佣金 这完全违反了 这个经纪营的职业道德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经纪营呢 感觉到自己受骗了 找到了我们的律师楼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 就正式代理了这个张者 然后 不好意思我打个插 这个张者是卖方还是买方 卖方 卖方 经纪协会掉下了执照 然后法庭对这个经纪公事 进行了惩罚性的赔偿 所以其实你还是可以去 透过法律的途径 征毁自己的权益 好 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 住在帕山堆定了老先生 他要卖他这个房子的话 那在新的规定 我们才像这个NAR新的规定出来之后 他还是一样可以透过 卖方的 通过经纪人来把他卖这个房子 那他只要把这个 他的房子要求售的标志 放到这个网站上面 其实就会吸引到任何一个买方 或是买家来跟他直接接触 那这个他的经纪人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一样可以抽佣金吗 是 他可以根据他的服务的标准 和服务的规格 提取一定的佣金 但是作为从法律的角度讲 我们律师希望 某些经纪人 品行不断的经纪 而不断正的经纪 为了拥金呢 做出了很多违反经纪营的一些 道德标准 比如说在整个签约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很详细的把签约的内容 以及合约的内容呢 向当事人说清楚 同时呢 要提供两份文件 一份是英文的文件 在法律上要求 另外一份呢 是中文的 或者是自己本民族语言的 这样的文件 同时还要给当事人的足够的时间 是阅读这些文件 来完全的消化这些文件的内容 才可以继续签置 另外呢 他还要聘请一个律师 或者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要看这些文件 来帮助当事人理解这个合同 所以这些程序 都要按照这个程序走 而很多的经纪人呢 没有按照这个程序 为了他们的拥近呢 去很模糊的去解释这些文件 尤其是英文 有的甚至是通过电话的方式 通过视频的方式 向对方解释 所以在我们接触的案件当中 都碰到这些问题 是整个的交易买卖当中呢 我的受害 我们的客人 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可是在我们代理的过程当中 在几个案子已经结束的时候 我们帮助受害人 讨回了他们受的损失 然后呢 当事人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OK 听到您解释您的案件之后 我突然觉得说 我现在好像越来越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个NAR 这个案子的判决 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过来之后 再请教邓律师 更多有关于这个房屋买卖方面的一些问题 欢迎回到今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邓笔德 邓律师 邓律师我们在上半场谈到 就是说这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 他跟卖家团体达成和解 就是说要取消这个佣金制度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邓律师 就是说这个卖方的经纪人 如果以后也代表买方的话 那么是不是会有这个利益冲突呢 一定会有利益冲突的 在我们代理的集体输送当中 都是由利益冲突产生的 由于这个经纪人在代理的过程当中 不能公平的去平衡每一家的这个需求 这样的话呢 代表卖家他很少把所有的事实 去公开披露给买家 我们在最近的一个案子当中 我们的一个客人呢 他买了一个大麻雾 可是他家里有几个小孩 还有孕妇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个大麻雾 当他们买了以后呢 邻居告诉他 我买了你这个房子 以前是个大麻雾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大麻雾本身呢 会里头会产生霉菌 会引体造成伤害 尤其对孕妇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经纪人呢 并没有披露所有大麻雾的过程 以及本来在我们调查警察报告的时候 也本身和政府的报告当中 都说明了这个房子 以前是大麻雾 但经纪人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披露给买家 是买家花了几百万的房屋的费用去购买这个房子 最后买到这样一个大麻雾 那当时那个买家没有经纪人吗 OK 买家也有自己的经纪人 可是这个经纪人呢 卖家并没有跟当时的买家经纪人 全部的披露所有的内容 所以由于这个大麻雾的存在 它产生了很多的霉菌 由于它大麻雾需要浇水 需要灌杆 那这样的话 产生了很多的霉菌 在地板下 天蓬上以及墙面上都能看到这些霉菌 而这些霉菌实验场会对引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在美国 这个由于霉菌所产生的诉讼 这是很多的很频繁 OK 所以如果说未来这个买家他想说 反正我为了图审是 我去买一栋房子的时候 那就由卖家的经纪人来也是充当我的经纪人 其实法律上这是不违法 但是利益上你可能就会牺牲掉了 好 了解 那如果说这个 很多人觉得说NAR的这个 就是跟卖家团体和解的这个案子呢 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房价 因为佣金制度会下跌嘛 所以房价就会变得比较合理 您赞成这个说法吗 我赞成这种说法 但是从目前的房地产的市场来看 还不会市场的房价的跌起 还没有太多的明显 但是随着这个改革 佣金的改革 不断的完善 实施于完善 这样的话呢 市场的一些经济人会减少 这样的话 但是呢 并不等于房屋的价格呢 会降下来 因为有很走的那些人呢 一般都是在专业上 在领域上 可能是没有多大的作为成就的 然而在留在市场这些人呢 会积极的去为客户服务 所以我因为市场价格在目前情况下 还不会跌得很明显 邓律师我们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您有提到过 就是说 其实这个案子并没有完全的 就是到了最终的点 因为你觉得这个7月份到7月中旬 这段时间还是会有新的上诉出现 为什么会您会这样有这种看法 从目前的密书里州法庭 陪使员做出的裁决 是有利于消费者的 法庭也做出了这个裁决 要求这些被告 做出一些赔偿 那从这种做出赔偿 以及这种法庭的趋势来看 这是一个今后的趋势 这个佣金一定会从6% 降到2%到4%之间 因为从目前美国的佣金的制度来看 是一个不公平的 同时也是非法 所以您觉得说 这个卖家他们其实 尽管已经达成和解了 但是有些个别的经纪人团体 他会继续上诉就对了 全美金银协会 以及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 已经表示要上诉 好 那我们就继续跟邓律师 一起来关注上诉的结果 最后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邓律师 你其实在地产界 非常的有经验 然后也办过很多案子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个地产业最常见的纠纷 是哪些纠纷 以及我们作为消费者 要如何来避免 OK 地产业的纠纷有多种多样 刚才谈到佣金的问题 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佣金的市场上 有些不良的经纪人 为了追求佣金 而失去他本身的 没有本身的道德 没有履行他自己的职责 所以他的服务品质 没有做到完全的 为客人提出的服务 这是佣金的问题 在合约上的欺诈 这个没有完全的披露 这个防着购买的过程当中 防着所存在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 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当时一定要检查房屋买卖 他的所买的这个地 有没有和邻居有硬核的增值 这样的话 第一个地界的问题 这也是我带你几个诉讼 关于地界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 跟Title公司 所发生的问题 比如说他购买的房子 最后他的名字 并没有写在这个自己的Title上 Title的公司上 这样的话 这也是房地产公司 或者是经济应该履行的 这应该积极地去调查 去review这些所有的文件 积极地跟客人去沟通 可是很多的经营 就都没有去积极地履行 他的有的甚至是很不专业的 在写一些法律的文件 这样的话 再会产生很多的诉讼 对 而且我听您这样讲 这几类的法律问题 好像你还真的 如果没有什么经验 或是旁边没有专家的话 你还真的避免不了 好 那么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再邀请邓律师 来我们节目 畅谈更多这方面的问题 以及您处理过的案件 好吗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您来上我们节目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时间再会 谢谢